一般活动请明星要花好几百万 但在这儿他们自掏腰包并且抢着来 四大时装周 它的起源就是欧洲上流社会名媛们买新衣服的私人party 后来媒体参加才变成了公开的时装周 其实时装周成立至今也才几十年 但模特圈的审美倒是经历了四次大改变 首先就是20世纪50年代 流行那种丰满性感的金发女郎 代表人物 Betty Brasmer 标志性的大红唇 配上她凹凸有质的身材 一下子就火了 再往下80年代 Cindy Crawford 横空出世之后 改变了金发女郎的审美 可以说重新定义了性感 小麦肤色 健美的身材 美得特别有生命力 然后就是90年代到千禧年间 Keta Moss 骨感病态的审美 一下子就席卷了西方 各大梯台都开始追求她那种惨白的肤色 骨瘦铃寻的身材 妆容也变得更颓废 冷漠 厌世 虽然这种审美不够健康 但她真的蛮漂亮的 再到2000年 集赛王晨的爆火又一次代表了 性感的模特正式回归大众审美 健康的身材跟肤色跟瘦铃寻比 真的就更热辣也更有活力 温柱我带你提高美上